5月4号下午在首都机场的时候收到这么一条提醒 就是说你的账号涉及助册 恶意注册 然后到了6号的时候有人要找我买东西 我发现我不能说话了 咸鱼平台的信息显示 违规名称是恶意注册 括号咸鱼风险且长期有效 处置原因是注册环境和使用环境存在严重安全风险 干扰咸鱼正常交易秩序 违反相关协议 罗女士说她当时人在北京 其中一部手机连了机场的WiFi后登陆了咸鱼账号 所以怀疑是异地登陆导致的 她打电话给咸鱼客服进行了说明 后来就能用了 能用了别人买了我东西那我就卖 卖了到了7号还是8号的时候 人家确认收获 收获的时候他又要买我东西 但我发现我上午确认收获还行 下午就不行了 罗女士说她再次向咸鱼平台反映情况后 账号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可等到5月9号 账号又被封了 之后她跟咸鱼平台客服多次沟通 账号一直没有解封 她多次申诉 咸鱼平台回复说 经过审核核实 对她的账户违规处理无误 首先要告诉我错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封 恶意注册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恶意注册是什么意思没有给你解释过 没有给我解释过 这个账号我养了这么多年 现在这个社会信用的话是很珍贵的 罗女士说 信用建立起来很难 她不想去重新注册 记者看到 罗女士在咸鱼上买卖的东西 主要是一些奢侈品包 少则四五千 贵则一两万 交易信息显示 她卖出过140多件商品 买过1000多件商品 在咸鱼上总共赚了40多万元 我玩这个玩了很多年嘛 就是朋友之间也会 就是自先帮忙卖帮忙买 因为我懂一些嘛 别人友好的我可以收过来 看到这个行情好 我也可以把我不要的去拿出去卖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嘛 从来不卖假的 因为一旦卖了一次假的话 你这个账号等于你再去卖都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底线 就你玩这个圈子就是底线 是不能有假货的 所以这个账号的话肯定是很安全的 而且我资金都是这么大的 也不是说几十块几 动作就是上千上万的那种 所以这个账号对于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账号 罗女士说 账号没有被人投诉过 她也没有做过其他违规的事情 那么恶意注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现场向咸鱼平台客服进行了咨询 恶意注册的话 一般都是说是 你在使用过程中 有这个严重的安全风险意识 那一些安全风险是什么风险了 比如说您现在就使用这个网络环境 包括您看一下 当时可能您在外面 就是可能联系过外面的WiFi之类的女士 什么样的网络环境 会被判定为有问题 一般情况下的网络问题的话 就是说他可能就说 这个网络存在安全风险 是来导致的成长 可能是信用简单到 这WiFi有问题 或者WiFi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那他回来之后 那他也提交过申诉了 而且他已经换到 就是说杭州本地来登陆了 也是换到原有的手机上登陆了 那是否就能证明 他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检测出来的话 直接给您就是封了先生 那封了他可以申诉嘛 申诉了之后 他说又给他解封了 解封了后面又给他封掉了 您这个违规的话 一直没有被解封过呀 如果他有解封的话 会直接提示这个 就是说这个违规已经撤销了 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他的解释可能不太专业 具体情况会有专员跟罗女士对接 他这边也会继续帮罗女士进行申诉 请罗女士做好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的准备 记者也把情况反映给了 咸鱼平台的媒体对接工作人员 之后平台方面反馈 罗女士在5月初的时候 平均一天有好几单 6000块钱以上的大额交易 而且没有物流信息 属于交易异常 再加上可能在异地登陆过账号 等综合原因 被系统限制了权限 罗女士提供了5月初的部分物流信息 她说把快递单号 输入咸鱼平台的系统 一直没有显示 当时就跟客服对接过这个问题 目前 咸鱼平台方面表示 罗女士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后 他们会再次进行核实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资料